金鐘入圍 第后冷门 仔仔PK龙绍华 戏剧节目男主角奖入圍有 周渝铭 维家 龙绍华 韩笑食堂 戏剧节目女主角奖 丁野田 客家剧场阿婆的夏令营 苗可丽 韩笑食堂 谢欣盈 白色之恋 去年金钟营地陈柏林和天心联手公布 第四十八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男女主角入圍名单 男主角入圍部分以仔仔和龙绍华最受瞩目 丁世仔仔继2009年彼此英雄后再次入圍男主角 回头看看他在回家里的表现 连手指头跟眼皮都非常热戏 但他对上的龙绍华是印第姿演员 出道超过二十年已连续三年入圍男主角 你跟我做柯果军成扭的只吃 Butter 吃饮了 虎儿小姐 你怎么走在这 他在帮酬食堂里饰演失智老人 演绩美话说 但大家對他更深的印象 應該是這個 愛無限潘瑋柏 那年前他拜給潘瑋柏 氣得大罵金鐘是大便 聽到潘瑋柏這三個字 他馬上起反應 很可能頒獎的會是 潘瑋柏 頒獎的會是潘瑋柏 去年他又貢固啦 輸給陳柏林 他報復結果大罵我呸 那今年再入圍 評審要小心呢 是於戲劇節目女主角獎 所以謝忻和林晨熙最受矚目 現在是不管夠還不夠 你下定決心要追我了 他們首次挑大樑主演電視劇 就受到幸運女生青睞 是說本屆入圍的男女主角 有點冷門耶 當天忻和陳柏林宣布的時候 也只有稀稀落落的禮貌性掌聲 民歸浪LINE10月25日揭曉 報導